和周家树地下恋的第三年 他忽然宣布了婚讯 新娘不是我 有知情人为我抱不平 周家树笑得冷淡 你要是心疼 不如娶了他这个破落户 请问许小姐 孩子是周先生的吗 我对着记者 笑得得体 孩子与周先生无关 听说那天周家树 看着电视上小富威龙的我 气得砸了满屋陈设 我推开包厢门时 周家树正担心下跪 拿着一颗硕大的钻戒求婚 只是求婚对象不是我 他面前是个穿白裙子的年轻姑娘 十分漂亮有气质 感动得眼泪连连 正点头哭着说我愿意 我进来 周家树眼都未抬 专注地给姑娘戴戒指 直到那姑娘 由闺蜜陪着去洗脸补妆 周家树才淡淡看向我 小微单纯 胆子也小 我追他花了很多功夫 和你之前那点破事 最好别让小微知道 还有 他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 我准备明天就公布婚讯 我和周家树 谈了三年的地下恋 除了两家长辈 圈子里也只有零星几个人 知道内情 他这话一出口 包厢里那几个知情人 都抬眼看向了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周家树 能不能暂时别公布婚讯 哪怕推迟一个月 不 半个月周家树笑了一声 眼底带了很淡的一抹击窍 许言 都到这地步了 你还死缠着不放 周家树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够了 周家树忽然冷着脸 摔了面前的酒杯 三年 周家至少帮许家 补了三个亿的亏空 还不够 我无言以对 你回去吧 免得小微一会儿回来 看到你误会 我僵硬地转过身 开门出去时 听到周家树不知 对谁说了一句 你要是心疼 不如取了他这个破落户 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 许家确实破落了 尤其在我父母离世后 公司更是几乎分崩离析 但周家树却也忘记了 正是我们这个破落的许家 在多年前 救了他祖孙两条命 可他只记恨着 许家邪恩逼迫 记恨着他眼里 被许家硬塞给他的我 周家树和宋伟的婚讯 很快传遍整个京城 本就因为父母离世 而病重的爷爷 直接气得进了ICU 我在医院 没日没夜陪护时 唐叔却带人闯入了公司 从前有周家在 他们还忌惮着 不敢轻举妄动 如今对我这个 无父无母的孤女 自然是无所顾忌 爷爷短暂清醒地见戏 抓着我的手 只说了一句话 言言 公司是你爸妈 一辈子的心血 哪怕毁掉 都不能被那些 狼子野心的人抢走 我忍不住哭红了眼 您放心吧 我已经有主意了 唐叔一家咬死了 许家的女孩子 不能继承家业 以此为借口 要霸占许家掌房的一切 可我绝不会让他们如愿 周家树宣布婚训的第二周 我也做了人生中最荒唐 却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需要一个孩子 继承许家的家业 因为不满足试管条件 最终我选择了自然受孕 至于孩子的父亲 跟了爷爷一辈子的管家 将最终筛选留下的资料 放在了我面前 大小姐 您看一看吧 资料很简单 港城人 随母性 应该是单亲家庭 学历也很漂亮 证明智商很高 基因不会差 详细无比的体检报告 证明了他身体很健康 没有任何隐级 最重要的是 照片上的那张脸 实在是英俊到了 让人恍惚的地步 周叔 你确定这样优秀的男人 也需要做 这样的生意 我不免有些疑惑 周叔就慈爱地笑了 好像是家里有人生了重病 急需快钱 我不免想到 还在医院的爷爷 就起了测瘾之心 给他再加五十万吧 是 大小姐 周家树宣布婚训后的 第十二天 恰好也是我的抑郁日 我见到了那个 叫梁玉行的男人 他穿很普通的 黑色衬衫和长裤 看不出牌子 应该是平价的超市货 但摆来快的衣服 穿在他身上 却好似也不显廉价 如合同上所说 他的双眼被黑色丝带蒙了起来 我推门进去时 他下意识地站起身 看向门口 我这才发现 他身量很高 至少也有一百八十八了 身材也很好 宽肩窄腰长腿 大小街 梁玉行事叹着开了口 声音也很好听 我心里不由越发满意 是我 你别紧张 我缓步走上前 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臂 肌肉也很棒 洗澡了吗 我问 洗过了 我其实早已紧张地 后背出了一层细汗 却故意做出老练镇定之态 那就开始吧 六梁玉行看不见我 但我能看见他 在我说出这句话后 梁玉行的唇角就微勾了勾 他面对着我 隔着那层黑布 微汗手 好的 大小姐 衬衫的扣子 被他修长的手指 一粒一粒解开 下摆利落地 从西裤裤腰抽搐 看到他净瘦的窄腰和人鱼线时 我的脸瞬间红透了 他解开皮带时 我更是慌地直接转过了身 意料地含苏声停下 男人的声音带着性感的尘雅响起 大小姐 可以了 啊 哦 好的 那你去床上躺着吧 我强撑着 让自己看起来十分轻松自然地转过身 却墨地睁大了眼 长长的黑色丝带 从他利落地短发垂落 眉眼被布条遮住 但更显得鼻梁高挺 活到二十四岁 这算是我第一次这样直观地近距离看到异性的身体 大小姐 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说话 梁玉行轻轻喊了一声 又上前一步 伸出手似在找人 他的指尖触到了我的肩膀 短暂地停顿后 却有些余句地轻轻握住了我的肩 而下一瞬 更是直接将我打横抱了起来 我的身体陷入柔软的床榻 梁玉行的双手体贴地撑在我身侧 没有压到我 待会儿如果不舒服 大小姐记得告诉我 我的心脏跳动得太快 晕眩到几乎无法呼吸 别那么多废话 赶快 我偏过脸 死死咬住嘴唇 却不知道 自己的双耳和后颈都红透了 好 他低了头 黑色的丝带垂落 划过我的锁骨 梁玉行要吻我时 我避开了 别碰我嘴 我虚张声势 自以为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很凶狠 但却不知 尾音都在以理的站立 疼了咬我 梁玉行微凉的手指 捧住我的脸 在我颈侧亲吻了吻 他铁向我那一瞬 我的手机却忽然响了 梁玉行下意识地停了动作 我只起身 伸手捞过手机 却不欺然地看到了周家树三个字 我正了下 还是挂断了 但很快 那边又再次打了过来 我的视线落在身侧的梁玉行脸上 男人的唇飞薄 听说这样的人天生薄情 我恍惚了一瞬 薄情了好 薄情了才更适合这门生意 一拍两散后再无瓜葛 我按了接听 周家树的声音听在耳中 竟有些陌生 许妍 爷爷住院了 怎么不告诉我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你现在在哪 我去接你 一起去医院看爷爷 不用了 许妍 爷爷对我很好 我也愿意让老人家 这个时候安心一些 我说了 不用了 多谢你这份好意 许妍 适可而止的道理 你该懂吧 周家树的声音里 已经沾染了压抑不住的怒气 我了解他 他这样傲慢自负的人 主动给我打电话示好 算是难得 但是 真的不用了 毕竟 已经晚了 我攥着手机 看一眼面前的男人 我能感觉到汹涌的情潮 被他克制着 压抑着 周家树 我还未说完 梁玉行 忽然沉哑地开口 大小姐 现在可以继续了吗 滚烫地吻 再一次落在我唇角 而他 剑拔弩张 早已叙事待发 手机从我掌心 跌落至地板 我蹙眉清哼了一声 疼周家树的声音 凌乱破碎地响起 许妍 你他妈跟谁在一起 屏幕暗掉了 我疼得张嘴 狠狠咬在了梁玉行的小臂上 他停了一瞬 再次俯身 格外温柔 却又格外强势的 稳住了我的唇 我下意识地想要推开他 但亲吻之后 却是被贯穿一样的剧痛 梁玉行忽然停了动作 从他眉目间垂落的绸缎丝带 清淡在我的颈侧 我疼得直哭 指尖早已无意识地 深深掐入他手臂的皮肉 原本握住我腰的大手 不知何时松开 我整个人都被他揽入怀中 凌乱贴在脸侧的湿发 被他修长手指拂开 滚烫却又温柔入骨地吻 再一次落下 在我逐渐适应 神思恍惚的时候 他再一次将我轻压身下 中途我曾有过短暂的失去意识 所以我并不知道 梁玉行在那一刻 扯下了蒙住眼的丝带 光影阴晕的卧室里 他望着我的脸 一寸一寸地从我的眉心吻下 第二天我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已经换了干净柔软的睡衣 床榻另一侧是空的 仿佛昨晚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幻想 艰难地起身洗漱 下楼用餐的时候 周叔告诉我说 梁玉行已经按照约定 在昨夜离开了 我在餐桌前坐下 想到昨晚 他的鱼具梦朗 想到最后 自己不受控地跟着沉沦 后颈部有有些发烫 钱给他了吗 按照约定 已经支付了三分之一 余下的部分 在您确定怀孕后 会一起支付给他 我点点头 不再多言 周济酒店 梁玉行早已换掉了身上那套平价衣裤 她在顶层的私人游泳池游玩泳 老宅的管家已经等在客厅 太太得知您这些日子在京 要您晚上一起吃饭 梁玉行随手将玉金丢在一边 沈笑了一声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过完年您就二十八了 也不怪太太着急 梁玉行走到冰箱前 随手取了一瓶水 湿透的黑发随意后拢 露出方正的额头和飞扬入病的长眉 急什么 过些日子 说不定他就要做奶奶了 梁玉行喝了口水 对自小看着自己长大的管家 调笑了一句 管家吓了一大跳 我的大少爷 您可不能玩这么大 咱们陈梁两家 就你一个祖宗 将来的小少爷小小姐 那可比金疙瘩都贵重 哪能这样随随便便的 将来的少奶奶 也要明媚正取八胎大教的 我当然知道 梁玉行在沙发上坐下来 垂眸看着左手臂上 那道尚且清晰的齿痕 想到那一夜 眉目之间就渐渐染了温柔之色 事不如愿 历假只晚了一日 却又照常而来 我从洗手间出来 坐在沙发上 不免有些颓然 这段时间 外面的风波越闹越大 而爷爷已经陷入深度昏迷 医生说 最多也只能撑一个月 我叫了周叔过来 联系一下梁玉行 下个月 再试一次吧 是 大小姐 我站起身 向外走了几步 却又停下看向周叔 把规矩再好好给他讲一讲 如果不是不想再重新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男人 我应该不会再找梁玉行 毕竟那天晚上 他可不止于聚了一次 与梁玉行再次见面的前一天 我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周家树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 他没带着他那位未婚妻小微 远远看到他后 我就移开了视线 今日是世交家的宋伯母寿辰 我之所以选择参加 也是想要和父母生前的旧友 重新走动起来 只是 很显然 我想的还是太天真了一些 人走茶凉的道理我早已明白 但今日体验到的却更直观 从前和周家树虽然是地下恋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那三年 我确实是沾了周家的光 才能有一寸立足之地 但如今周家树宣布婚讯 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 谁还会正眼相看 请起的酒杯 尴尬地停在那里许久 宋伯母方才像是刚刚看到我一样 与我碰了杯 但显然 没有任何想要和我寒暄的意思 我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 敬了酒 就走去了一边僻静角落 被人这样冷淡不给脸面 我的心情实在是糟糕透顶 不知不觉 就多喝了几杯 周家树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许言 她一如既往地高高在上打量着我 但我却不再像从前那样 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想要维系和她的关系 周先生 冷淡打了招呼 我就要起身走人 周家树却拦住了我 许言 前几天我去看过爷爷 他的情况不太好 是 医生和我谈过了 周家树的声音好似温和了几分 许言 最近许家的风波 我也听说了周先生想说什么 我平静却又疏离地看着周家树 年少时我是真的很天真很傻 我以为我们从小就认识 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我以为许家对他们祖孙有大恩 他就一定会善待我 对我好 可我却全然忽略了 一个男人不喜欢你的话 恩情也是无法束缚住他的 而我们许家邪恩图报 也是小人之举 说起来周家树也算不上对不起我 毕竟感情的事从来不能勉强 周家树缓缓上前一步 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许言 如果你不这么倔的话 我未尝不会帮你 帮我 是 毕竟 我们祖孙的命是你们许家旧的 周家树笑了一声 这些天我都在等你服软 许言 我们毕竟也这么多年的情分了 我也不会当真不管你的死活 周家树 你直说吧 到底想要怎样 我不会娶你 但我们可以保持从前的关系 我有些意外地看着周家树 毕竟那天晚上 他对小微求婚 那样用心 那样深情 感天动地 原来也都只是表面作戏 你已经有未婚妻了 那又怎样 圈子里这些男男女女 哪个没有红颜蓝颜的 周家树 娇金又自负地看着我 许言 许家如今这样的境地 你知道怎么选择 跟我在一起 对你只有好处 周家树 我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 今天之前 我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恨你 相反 我还在检讨我们许家这样邪恩逼迫 太小人了一些 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许言 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烂人 如果我们许家人知道自己救的人是个白眼狼 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一定非常后悔当时的举手相救 许言 乘一时口舌之快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你想想你父母的心血 如果真的葬送在你手里 他们九泉之下 知道了我父母如果知道我是做你的情人 才保住公司的话 九泉之下 他们一定不会饶恕我 许言 你最好想清楚了 你知道的 我不会再给你第三次机会 我端起酒杯 直接泼在了他脸上 滚 周家树脸色铁青 显然是气得很了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 他会动手打我的准备 毕竟他这样的天之骄子 哪里受过这种气 许言 我等你后悔那天 等你回来哭着求我 周家树说完 转身就走了 周遭一片嗡声议论 我站在原地 仿若未闻 转身向外走去 刚坐上车 周叔的电话打了过来 大小姐 人已经接到了 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我挂了电话 看着车窗外漆黑的天幕 如果今晚还不能顺利怀孕的话 给我的时间就真的不多了 车子停在别墅楼下 我的卧室里已经亮了灯 我下车 不让人搀扶 一个人去居的上楼 梁玉行一如上次那样蒙着眼 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我推开门 靠在门背上 有些醉眼阴晕地打量着他 今晚大约是喝了很多酒的缘故 情绪忽然就失控了 大小姐 梁玉行应该是听到了我推门的声音 他转过脸 隔着那层绸缎丝带看向我 我一步一步走过开 目光也落在他的脸上身上 空气里弥漫着很浅淡的沐浴后的清凉香气 他身上的衣服显然不是自己的 应该是周叔准备的 明显得很有质感 很衬他 梁玉行站起身 他比我足足高了一头 尤其现在 我踢掉自己的高跟鞋 站在他面前时 竟感觉自己气势有些不足 我微点了脚 伸手拽住他的衣襟 梁玉行 谁让你亲我的 谁准许的 大小姐 你还知道 我是大小姐 是你的金主 梁玉行仿佛很轻地笑了一声 是 大小姐说得没错 是我余句了 还敢吗 不敢了 我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脸 你很听话 我很喜欢 大小姐喜欢就好 只是 我松开手 后退一步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你是不是不行 要不然 我为什么没能怀孕 我看到 梁玉行很明显地证了一下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这一次 我还没能怀孕的话 梁玉行我再次拍了拍他英俊的脸 大小姐 我就要换人了 如果世上有后悔药的话 那天晚上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口出狂言 尤其是对一个男人说出质疑他不行的话语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 那一整个晚上 梁玉行几乎快要将我折腾到散架 他非但无数次地吻了我 甚至还逼着我主动吻了他 如果不是最后 我哭着可怜巴巴地求他 他兴许还不会放过我 但这一夜折腾 显然效果卓著 爷爷再次宣布病危 许家旁之那些人将我堵在公司逼我交出印章时 我直接联系媒体召开了发布会 发布会上 我公开了自己的认身报告单 并宣称孩子生下来会随我的许姓 承继我父母留下的基业 简短地接受完记者的采访 我就接到了周家树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显然动了大怒 声音都有些嘶哑 许颜 我从来没有碰过你 你肚子里的孩子从哪来的 是你故意制造的骗局是不是 我能理解周家树的愤怒 毕竟满打满算 到今天我怀孕五周 我和他分手也不过才刚满三个月 你当然没有碰过我 而我也没有说孩子爸爸是你呀 我走进电梯 望着电梯镜中的自己 周家树 我们早已分手了 彼此的事情都和对方在无瓜葛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许颜 你当真怀孕了 孩子父亲是谁 你他妈说清楚 我并没有回答 挂断电话后 直接将他的号码删除了 从今以后 这会是我最大的秘密 那个叫梁玉行的男人 已经带着我给的钱 回了港城 我们这辈子 不会再见面 第二年五月 我在京生下长子许承勋 与我料想不同的是 他生的并不是十分消似我 周叔说 承勋的眉眼和下颌 十足十地 像极了梁玉行 我看着他 时常都会觉得恍惚 当初让梁玉行蒙上眼 是为了不让他知道我的长相 不让他知道我的身份 但周叔却是见过他的 既然他这样说 那自然不会有假 原来梁玉行的眉眼是这样的 其实就算是蒙着眼 也能依稀看出来 他生得十分英俊 而他那样的男人 一旦走出困境 绝对前途无量 对于这样一段 见不得光的过往 他定然比我更想要遗忘 所以我不用担心 他会忽然冒出来和我抢孩子 也不用担心 在和他有相见的一日 但每每看到承勋 我总还是会想到那两个晚上 这一生 也许我只会有他这一个男人 也许我也只会有那两夜的欢愉了 承勋的满月礼上 京城最低调神秘的陈家 派人送来了贵重的贺礼 我有些意外 不要说如今早不如往昔的许家 就算是风头仍很盛的周家 都难以忘其项背 许家与陈家从无交集 也根本攀附不上 陈家怎会送上贵重贺礼 更让我意外的是 承勋满百日的时候 陈太太竟亲自登门拜访 且邀我三日后小聚 我心底十分坠坠 却又疑惑不已 只是陈太太是个很温柔慈爱的长辈 她看起来也对我并没有半点的恶意 尤其是对承勋 更是喜爱不已 这次登门拜访 除却送了我礼物 还特意给承勋 准备了丰厚的百日礼 临走的时候 陈太太抱着承勋爱不释手 几次恋恋不舍回头张望 更是让我心底起了一斗 因此三天后赴约时 我特意让周叔留在家中看好承勋 这才带了助手和司机 去了陈太太名下的私人会所 我的车子刚刚停下 就有几人音音迎上前来 徐小姐 快请进 我们太太早就等着您了 是啊 太太早就吩咐我们 在外面等着您的车子了 有劳 我含笑致谢 随同他们往花厅走去 却不欺然看到不远处 一辆深灰色的宾利正好缓缓停下 司机小跑着开了车门 一个身量极高的男人从车上下来 隔着一排花束 我只能隐约看到一个侧影 心脏却莫名地漏跳了一排 就连脚步都顿住了 我从未在白日或者明亮的光线下 看到过梁玉行 但这一道身影 在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莫名熟悉 但转念 却又忍不住在心里否定自己 梁玉行是港城人 她的母亲也是港城的 当初就是因为她不是京城人 远在香港 周叔才会选中了她 她不会突然出现在京城的 但京城又不是姓许 我也没那个本事 让梁玉行一辈子不能踏足 她就算来京 也不算稀奇 可会是她吗 许小姐 身侧的人轻声唤我 我回过神 忙又跟上他们脚步 今日陈太太还有别的客人吗 面前的人笑得热络 是我们家少爷刚刚回京 说着 又顺手指了那辆宾利 那就是少爷的车子 原来刚才那人是陈太太的独子 陈太太也是香港远嫁京城陈家的 她的独子自然姓陈 那就不是梁玉行 我松了口气 却又莫名地有些说不出的失落 只是这份失落 让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我为什么要失落 难不成在我心底 还在盼着和梁玉行见面吗 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 交易结束之后 就该彻底了断地干干净净 我这般想着 心里却还是有些恍恍惚惚 带到进了花厅 听到里面传来的几声说笑 与陈太太交谈的 大约正是她的独子 我下意识抬起头看过去 却也正对上那个男人的双眸 那是我从未曾见过的一双眉眼 但却又好似早已见过无数次 我的心脏有一瞬停止了跳动 连思维好像都凝固了 许小姐来了 陈太太笑呵呵地起身走过来 握住了我的手拉我坐下 又吩咐庸人去上茶 玉行 这位就是许小姐 陈太太看向自己的独子 又看向我 笑容更甚 许小姐 她就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许小姐 久闻大名 陈玉行走到我面前 对我伸出手 我的心脏开始跳动 渐渐又变得剧烈 脑子仍是一片空白 但耳边却渐渐响起嗡鸣 我没有礼貌地回应 也没有伸出手和她握手 甚至是有些诗里的 看向陈太太 陈太太 您刚才喊她什么 陈太太有些亚异 却还是笑着道 是她的名字 玉行 陈玉行 我正正然地呢喃重复了一遍 陈玉行 我看向面前的男人 她的身量和梁玉行几乎无二 如果蒙住她的眉眼 只露出鼻梁和嘴唇 我的身子忽然轻轻地晃了晃 许小姐 陈玉行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 我却一把推开了她 抬起手 轻轻盖住了她的双眼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记得我和她第一次的那个晚上 我当时还想过 梁玉行的嘴唇有点薄 都说这样的男人薄情 可对我来说 薄情才好 薄情才更适合这场交易 可如果陈玉行就是梁玉行她 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 明明是出生 就含着金汤匙的贵不可攀的公子哥 却要装成贫寒的穷学生 甚至和我进行了这样荒唐的交易 好 就算是寻乐子 觉得好玩 刺激 那交易结束之后 就彻底一拍两散 为什么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突然涉入我和孩子的生活之中 到此时 我好似明白了 为什么陈家会让人送满月礼 陈太太为什么又会在成熏百日时 亲自登门探望 又为什么会那样的疼爱成熏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成熏是陈玉行的孩子 他们想要抢走我的孩子 我的手从陈玉行的眉眼间落下时 眼泪也忽然绝了地 陈玉行显然慌了 许言 她下意识地想要抬手帮我擦泪 可我一把推开了她的手 对不起 我有些不舒服 想要回去了 许小姐 你脸色看起来很不好 让玉行送你把我抬手将眼泪擦掉 看着面前的陈玉行 却又忍不住笑了一声 陈玉行我是该叫你陈玉行 还是梁玉行 许言 我不再停留 拿了包转身就向外走 陈太太和陈玉行都追了过来 但我一步都不想停留 这一切的一切太突然让我无法接受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蒙在鼓里的小丑 许言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 陈玉行握住了我的手腕 我想也不想地甩开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当时的合约上写得很清楚 交易结束后 你我之间不该再有任何牵连 你收了钱就要遵守约定 陈先生 我不管你是梁玉行还是陈玉行 我们之间的关系 早在去年就已经完全结束了 我也不管您现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想要做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 渐渐平复下来 总之我只有一句话 孩子是我的 他姓许 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谁都别想从我手中抢走他 许言 我从来没有想过抢走孩子 好 既然如此 那就是我小人之心了 当我没说 我现在想要回家去 可以吗 也许是我的状态实在太糟糕 陈玉行没有再拦着我 二十一陈太太后 来给我打过数次电话 但我都没有接 陈玉行也曾来许家拜访 我没有见他 承勋一天一天长大 果然和周叔说的一样 他的眉眼 简直和陈玉行一模一样 而我也差不多 从周叔那里 知道了陈玉行的一些事 他是父母的独子 外祖父家和祖父这边 只有他这一根独苗 他有两个身份 在香港 他是梁家的少爷 梁玉行 在北京 他是陈家的少爷 陈玉行 其实当初 也不算是欺骗 梁玉行确实是他的真名 只是我想起那些 少得可怜的过往 都会觉得难看 梁辰两家唯一的小祖宗啊 我当初却还心疼可怜人家 要多给他五十万的酬劳 那时候的梁玉行拿到钱 是不是在嘲笑我傻 有时候我也真的想不通 他这样的人 想要什么女人 想玩什么刺激做不到 为什么偏偏要这样的戏弄我 他是说了 没有想要抢走孩子的想法 但我却不会傻到相信 陈良两家人丁单薄 就算陈玉行不稀罕 两家的长辈却未必 如果他们真的要和我抢呢 我根本不敢去设想这个后果 因为这个后果不言而喻 无异于堂壁当车 虽然我拒绝了和陈家所有人的见面 但陈玉行却还是无声无息地 浸润了我的生活 陈家确实没有表现出 任何想要和我争夺成勋的意思 相反 他们送给我和成勋的礼物 几乎日日不断 哪怕我不肯收 拒之门外 但他们仍弃而不舍 有时候周叔都在劝我 陈家这样的门庭 愿意这般低声下气 实属不易了 他那样说的时候 陈玉行正等在楼下 京城的九月依旧燥热难当 将近正午 太阳炙热 陈玉行额发汗湿 西装挽在臂间 衬衫后背早已湿透大片 小姐 我总觉得陈家没有那些龌龊心思 还有这位陈先生 他也不像是坏人 周叔看着楼下 似有些不忍 这一个多月 小姐您也看在眼里的 说真的 陈先生这样的出身 真想做什么 何必费这样大的周章 我也忍不住看向楼下 陈玉行站在那里 已有将近两个小时 暑气上重 若是当真 有什么好歹 想到成勋 想到成勋 与他一般无二的眉眼 终究还是心软了 请他进来吧 让厨房准备点青薯热的凉茶 我轻轻开口 目光落在陈玉行那张英俊金贵的脸容上 好一会儿 我方才一开视线 我等会儿下去 和他好好谈一谈 周叔欢喜地下楼 我在楼上坐了片刻 换了条裙子下去 陈玉行正坐在客厅里喝茶 见我下楼 他搁下茶盏站起身 许小姐 我让庸人退出去 开门见山地问 陈先生 我们今日就好好谈一谈吧 你和陈太太 这些日子这样做 到底是想要怎样 陈玉行望着我 好一会儿都没有开口 我听到壁中走动的低大声 屋外狼檐下笼子里的鸟雀 偶尔懒散地揪鸣几声 更远处似乎是成熏的哭闹 一时却又止住了 万籁俱敬 房子里冷气开着 我心底却烦躁一片 乱得不行 就在我耐不住 要再次下逐客令的时候 陈玉行忽然开了口 许小姐 我想求取你为妻 明媚正娶 八台大叫的那一种 我惊住了 手中的茶盏 差点跌落在地 可陈玉行却又开口道 徐小姐 其实这个想法 不是一时兴起 也不是思虑 再三权横利弊 才做的决定 那是什么 陈玉行狠淡地一笑 许言 不知你还记不记得 二十年前 你和徐老爷子 曾在海上 救过几个人 我当然记得 只是那时候 我才几岁 年纪还小 后来爷爷经常 与我讲起 我才记到今日 而周家树和周爷爷 就是当时被我们家的私人游艇救上来的 我也在被救的人中 可是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你 因为当时是我一个表亲 带我出海玩 他生怕家人知道这件事会追究 就隐瞒了我的身份 那时候我 只有八岁 在海上受了惊吓 差点丢了半条命 到最后 我也只记得 那条游艇上刻着一个许字 陈玉行说到这里 声音一瞬间温柔了下来 还有就是 有个很小很可爱的小姑娘 给了我一杯热水 许言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 我想要找到当时那个人 把他娶回去 陈玉行离开很久 我的心绪仍是一片混乱 我把周叔叫到了书房 周叔 当初你怎么找到梁玉行这个人的 小姐 其实 其实当初是梁玉行主动找上我的 周叔有点不敢看我 当时我已经给您挑好了两个人 就要把资料送过去的 但是梁玉行的资料和履历太干净太好了 我私心里很倾向他 就让他加了个塞 没想到小姐 你也选中了他 我心里好气又好笑 他也真是自信 难道他就没想过 万一我没有选中他呢 到这时我才想起 其实当时我看过他的照片的 周叔送来的资料上 有他的证件照 我还真是 一眼就被他的脸给吸引了 周叔 你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好 小姐 您今年还未满25岁 之前您说不再结婚嫁人 其实我心里都不赞成 您还这么年轻 大把大把的青春 等着您挥霍呢 如果陈先生是真心的 您也未尝不能和他试一试 再说了 陈家没有抢走孩子的意思 我看他们的诚意也很足 周叔爱怜的叹口气 我知道 您是被周家和周家树 那个混蛋给伤的了 可天底下总还是有好男人的 是不是 可他骗我 他为什么不直接找到我 说他想要报答我们 他有很多种办法可以报恩 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叔忍不住笑起来 还不是小姐您太急了 如果陈先生当初没有横插进来这一角 您怕事就选了别人生米 直接煮成熟饭了 这也是权宜之计 陈先生怕自己会慢了一步 遗憾终身 我抓起抱枕 死死地捂住脸 可我就是生气 而且 我讨厌他 为什么要和他试一试 就算是我想谈恋爱 也未必适合他 经成长得好看的优秀的男人 多了去了 周叔忍俊不禁 行行行 小姐想跟谁谈恋爱都行 可话是这样说 周叔还是胳膊肘往外拐了一次 我这边刚有点风吹草动 陈玉行就第一时间知道了 甚至我刚和约会对象 坐在下午茶餐厅里 陈玉行的宾吏就停在了街边 虽然男未婚女未嫁 但不知为何 在他车子停下那一刻 我却有一种被当场抓包的做贼心虚 陈玉行并未打扰我 甚至连车都没有下 可我坐立难安 只能硬撑着找了借口 打发对面的男士先离开 在天色逐渐昏暗下来的时候 我才拿了包包起身 向外走去 陈玉行也下了车 黄昏时街灯次第亮起 他整个人都遇在那流光溢彩之中 我故意装作没有看到他 静止沿着街道向前走去 一直走到十字路口 我都没有回头 但就是知道 他一定跟在我身后 绿灯亮起 我预备走过斑马线时 陈玉行在我身后 轻轻握住了我的手腕 有骑车的行人 从我身侧急驰而过 陈玉行将我拉到他身前 京城入了冬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薄风衣 而我整个人都被他裹入其中 许言 他轻声换我的名字 在夜风吹来时 抬起手帮我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 我注意到周遭有人好似在偷拍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 对于陈家和陈玉行 我已经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 他太半时间在香港 而在京城时 一向十分低调神秘 行踪不定 但这段时间 他实在来我家走动过于频繁 以至于被好事者和狗仔给盯上了 陈玉行 好像有人偷拍 我试图推开他 但陈玉行却干脆松开我的手腕 直接搂住了我的腰 严严 他微低头 在我耳边轻哄 成勋都快一岁 快会叫爸爸了 你还不给我一个名分 那些照片和视频 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还有人闲得无聊 开始对照陈玉行的口型 想要扒出当时他对我说了什么 就连周家树也来了许家一趟 说来也真是奇怪 当初他那样爱小微 但两人公布婚训到现在已经快两年 却还没有举行婚礼 我在会客厅见了他 周家树倒是开门见山 孩子是陈玉行的 我不回答 反问他 跟你有什么关系 许言 陈玉行出身极好 而且陈家和他外祖家 都只有他这一根毒苗 你以为他接近你什么目的 他只是想要抢走孩子而已 是和不是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许言 我是在为你考虑 怕你被人蒙骗 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他能骗我什么 如果他要抢走成勋 改回陈姓呢 你想多了 陈玉行来得还真是快 一定又是周叔通风报信 我向后靠在柔软的沙发上 舒服地喝着热茶 陈玉行顶着一身风雪 大步走入客厅 庸人很快骑了他最爱喝的龙井端过来 他在我身边坐下 倒是闲事自在 犹如在自己家中 周家树脸上有些难堪 却还是硬撑着道 难不成陈先生没有这样的念头 承勋可是你的孩子 还是个儿子 就算你没有 陈家梁家的长辈也没有吗 我捧着茶盏 垂眸看着杯子里茶叶浮沉 其实这也是我好奇的一个点 但我从来没有问过陈玉行 陈玉行低头喝茶 杯盖碰撞 声音清脆 暖气融融 门外却是大雪纷扬 我放下杯子抬头去看雪景 却又被陈玉行握住了手 承勋永远都随他母亲的姓氏 不会更改 他这句话出口 周家树不由一脸错愕 陈玉行你当真能做到 我也忍不住看向他 那就让时间为正 好听话谁不会说 承诺谁又不会 周家树脸色越发难看 陈玉行却轻笑道 确实 承诺谁又不会 周先生和令祖父 想必最清楚这一点 周家树一张脸 渐渐惨白 是啊 他祖父当初 曾承诺过的一切 到最后不也 成了空 当初爷爷 将我托付给他的时候 他亦是承诺 一定会好好照顾我 帮我守着许家 但最终呢 我却释然了 终于在这一刻 彻底地释然了 我们吸迹着回报 所以才会彻底地失望 而我们从不求回报的时候 上天却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 譬如 将陈玉行送到了我的身边 与陈玉行的婚事定下后 他开始理所当然地留宿许家 仍是那间卧室 仍是那样安密的夜晚 唯一的不同就是 陈玉行的脸上 没有蒙着黑色的丝带 我们都喝了点酒 微醺的时候 我将他推在沙发上 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打量时期 FH他 在想什么 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当然只能以身相许了 以身相许 吃亏的也是我好不好 陈玉行失效 抱紧我 将下河抵在我颈侧 严言 是我的错 你当然有错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讨厌你 你也不知道 我有多喜欢你 你真的让承勋随我的信吗 当然 如果我以后不想生孩子了呢 那就不生 可是陈家和梁家 只有你一个孩子 有成熏了 可是他姓许 很重要吗 陈玉行低了头 亲吻我 难道他就不是我的孩子 难道他身上 没有流着陈家和梁家的血 很少有人 可以想得这样通透 每个人在意的事情 不同而已 我不由笑了 捧住他的脸 像那天晚上一样 问他 洗澡了吗 洗过了 大小姐 那脱衣服吧 他一时眼底含了笑 将我拉起在一边 然后站起身 温暖如春的房子里 陈玉行抬手解开衣扣 衬衫下摆 被他利落地抽出 接着又解开皮带 可这一次我没有别过脸去 一直看到了最后 他却轻壳一声 滚烫的视线 划过我的脸 炎炎 女孩子还是要矜持一点 我笑着扑到他怀中 你是害羞了吗 陈玉行稳稳接住我 在我耳边很轻地问 大小姐 这一次 可以吻你了吗 我没有回答 却主动点起脚 稳住了他 全吻完